你为什么穷?调查显示 中产以上家庭培养出富人的概率是穷人家庭的60倍以上 这就是大家说的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 原理也很简单 就是认知差 富人能富是有道理的 他们掌握变富的技巧和认知 他们会通过具体的教育或者日常行为把变富的方法传给下一代 比如在钱这方面 穷人们倾向于持有 也就是攒钱 富人们倾向于用钱 目的是更高效地拿到结果 这就是认知差 也叫信息不对称 富人们知道钱只是交换物 不把它用来交换其他事物 那钱就没有价值 波马斯科里调研了177位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 发现富人们习惯把钱用在这几个方面 一 发钱提升认知 富人们不会自己花大量的时间研究问题 他们会直接花钱跟已经做出成果的人去学习 二 发钱进圈层 到一个社群 认识更多同意圈层或者更高圈层的人 三 发钱乱决策 找工作 从人们再大量的投简易 而富人们直接找职业顾问 让他给你介绍和推荐 让他帮你优化锦衣 认知不需要高智商的去学习去理解 认知就是我知道了这么久 如果你想缩小和富人的认知差距 或者说你想编辑 波马斯科里的这本书你一定要看